长远来说 国家的政策是2030年就要碳达坊 2036年就要碳中 未来的新能源产业可能都是向好 不过内存华不得出口去到欧美 是否都没有一个太大的期望 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内地的光伏就升了够便宜 但在政治或者贸易都有种种的限制因素 都拖累到去年的光伏产品出口近半成 今年一至于出口更加跌2.7 似乎出口的前景都不一样 尤其是最近一些贸易议题都炒到慶合合的时候 是的 我想短期来说都比较难去解决 尤其是今年亦是美国大选 大选前大家都是观望为主 还有出口我相信受到的限制也是越来越大的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我们也看到其实欧洲那方面可能都较缺乏资金 所以你看到各方面的新能源建设 就很明显是放慢了一点点的 而美国真的要看大选结果 如果大选之后仍然都是民主党当政的话 可能就对于新能源建设各方面的投放 可能就仍然会有加码 如果真是Donald Trump重臨的话 很大机会重现四年前的情况 很多可能就环保或者新能源的项目 都可能受到的阻碍会比较大 所以中国以外 其实就新能源建设 或者是对于光伏 封电的增量的期望 是充满着比较大的变数的 始终Donald Trump也不信 全球暖化是一回事 他多重制造之后 其实之前市场憧憬 说军价或者无利率 见底回升 其实是不是都比较难达到呢 暂时很难判断的 因为市场在期待 在估计军价见底 其实都期待了很多次 因为光伏价格下跌 其实去年已经发生着的事 已经跌了超过一年 其实都是不停地创新低 究竟跌到哪里是跌到尽 其实现在大家都没得说 只是越来越多的厂商 已经售价跌穿了成本价 看看这些厂商可以坚持到多久 暂时你也说可能真的接近底部 但是你说接近底部 其实什么时候见底 或者什么时候反弹 其实都说不定的 因为见底是对企业来说 没有什么作用的 是见底之后反弹 才能够走出经营上的困难 其实内地直至4月 全国风电、光伏装机 已经超出国家能力局 今年目标一半 不过看回龙头信与玻璃 的浮发玻璃价格指数 仍然都在跌 看到其实上游竞争也是激烈 价格上升空间就有限 下游就做到发电 是不是都反而受惠到呢 封电、光伏发电的成本 其实都分别跌了六成、八成 还有装机项目表现都强劲 信义光能都开始发展发电场 虽然占比仍然很少 不过是否都可以抵制上游那些不利因素 我想现在来看 或者市场偏好 其实下游这些新能源发电 其实远远就多于上游的 因为下游新能源发电 始终无论光伏或者封电都好 虽然仍然都有一定的气风和气光率 但是这个比例已经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随着如果电网的改革 或者电力改革 这期应该会转一步的受惠 再加上今年的营运环境 其实会比去年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息率回报的方面 亦都令到投资者满意 我相信这些股价走势 应该都会持肉跑人道上游 不过光伏前景 刚刚听就好像困难重重 不过火电的基本面似乎似似优势多跌 煤价低 增值电网 下跪需求 虽然升了很多 但一些火电股还没有上升的空间 我想无论是火电股也好 或者是新能源发电的企业也好 其实未来的上升空间仍然存在 至于哪一种直播一点 究竟是传统火电 还是新能源电力直播一点 我个人认为传统的火电 直播率稍微高一点 因为夏天在临近 其实发电量应该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而上游媒价暂时见到 仍然都处于一个稳定 或者少少下跌的趋势 还有息率的比较来说 火电股普遍的股息率 其实都有五六厘甚至更高 这个是比新能源的发电企业吸引很多 但是现在版面见到这五个 其实见到润电 它今年以来的走势都非常之厉害 因为里面选择的话 会不会真的选择润电 里面选择的话 首先都是润电为主 在这边有什么意思 的 转发电话